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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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台湾的大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不过1月13号的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 第16任中大选 你觉得北京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次的台湾的总大选 因为最近开始有一些 像比方说台北市长蒋万安到上海参加这个双户论台 包括这个国民党副主任夏利盈又到中国访问 又到大陆访问 国台本主任宋涛也陪他 就感觉两岸之间有一些有一些在回暖了也好了 或是说你说达到春暖花开或什么另外一回事 不过也开始台湾也开放了 一些让大陆一些专业人士或是商业人到台湾进行商业考察 你怎么样看待目前两岸情势跟美国立场跟现在中国大陆看吧 大陆可能对那个蒋的孙子到上海去可能更感兴趣 就他那个讲话在国内流传 第十代 但是呢 对台湾大选 我在大陆的媒体也好 就是老百姓中间我看不到有什么关注的地方 有一点就是已经搞皮掉了 就是台湾反正几年就要来这么一次 就是讲的孙子那个讲话讲的相当不错 他第四代了就是应该下面一个 所以我是觉得台湾问题还是说 只要中美关系呢 缓和台湾问题就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但中美关系如果就继续恶化下去的话 台湾就夹在中间迟早会是个代价 会是个很坏的一个情况 这一点反正陈先生知道的 他的细节知道的很多 我觉得这还是让他多讲 好我先请陈教授分析 要完再回过头来 请你看法一下 这个国家兄 你怎么样看待郭泰民独立参选 到底现在整个民调的这个起伏变化 或者是说已经成为大家所讲的 这次选举实在太无聊了 也没什么好看的 反正就是民进党耐心的躺赢了 大陆讲躺平 这边是躺赢 你看吧 你的麦克风还没看 好 现在这次这个总统大选 那么到目前为止 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郭泰民正式宣布 还要参加总统选举 那么这个变化之所以大 就是说让这个执政党和在野党的 这个胜败的态势更加的鲜明 也就是民进党的赖清德 他稳稳掌握了百分之三十六七到百分之四十的选票 这个是他的铁票 也就是他的基本盘 那么这个不受其他候选者的影响 而在野党的候选人如果只有一个人参选 那么他有可能拿到百分之五十几到六十的选票 他当然会当选 如果是两个人参选 那么平奔的话 目前呢 侯友宜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柯文哲是平奔秋色 所以一个人目前的民票是20%到25% 那么选举可能平奔到百分之三十 还是输给赖清德百分之四十 除非出现了很大的选票的转移 比如侯友宜的票支持的转移到 柯文哲和柯文哲转移到侯友宜 否则的话 没有这种大幅度的完美的干净的彻底的选票转移的话 还是赖清德当选的机会比较大 那么现在呢 又出现了一个郭才明 出现郭才明之后 变成三个在野党的候选人 要去抢着不到百分之六十的选票 那平均起来一个人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 甚至如果稍微有点差距的话 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了 所以绝对会输给赖清德 所以现在一般认为 郭才明宣布参选 就是赖清德宣布当选 那么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问郭才明为什么要参选 他在三个在野党候选人中 他民调输给柯文哲也输给侯友宜 甚至不到百分之三十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他为什么还坚持要参选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解答这个问题 那么侯友宜呢 他担任国民党候选人之后 民调始终是很低名的 柯文哲虽然偶尔不错 但是总的来讲也充不过百分之二十五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郭才明他有一个想法 一个多月前他希望国民党 不要正式提名侯友宜 而来提名郭才明 那么国民党是没有照他的想法做 如愿如程序提名侯友宜 那郭才明就很失望 他第二个目标是希望柯文哲当他副手 他当总统候选人 柯文哲当副总统候选人 两个人联手一定可以押到侯友宜 那国民党的票很多跑到郭才明跟柯文哲身上 那么这样他有可能成为取代民进党而当总统 他如意算盘是这样的 可是柯文哲拒绝接受 因为柯文哲认为他民意支持度高过你郭才明 而且柯文哲不只是要争取总统大位 他要当母鸡把竞选立法委的小鸡拉抬起来 让民进党将来最好跟国民党一样都不够半 而他超过10席的话 台湾立法院113席 他超过10席的话 那么他可以这么关键少数 谁要在立法院取得多数 甚至谁要掌握执政权都必须听他的 那么郭才明希望柯文哲不要参选总统当他副手 那柯文哲当然不能接受 这种情况之间为什么郭才明还是要出来进去 他如意算盘还是有第三个如意算盘 就是说他现在冲民意调查 一直冲上去超过柯文哲超过侯友宜 好那就来一个在野的老大 我是在野的老大 你们两党民众党国民党来当我的副手 或者是来配合我 我呢就是成为整合在野党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那我就顺利当选总统将来主导政局 他的打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 可是这个非常困难 因为目前的民调 他输给柯文哲也输给侯友宜 你如何可以用老大的身份去整合国民党跟民众党呢 你如果民意调查当老大 你当然有资格出来整合 可是你如果是老妖 这是调尾车 你有什么样身份和资格 要人家放弃参选总统 当你的副总统 或者当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现在他是先要宣布这个开始联署 也就是9月12号 他提出正副总统的候选的名单 然后开始进行全台湾联署 一个半月之后 他要把他联署的名单交给中央选举委员会 中央选举委员会来一个一个核定 看你是不是每一个真实的人 因为你要附上你的身份证的 正反面的影印本 还要签名盖章 这个要审核 一一审的 审了通过之后 他取得候选的资格 才可以在11月去登记为总统候选 好那现在很多人就讲 郭台铭是商人性格 他如果民意调查一直调尾车 到11月还输给柯文哲 输给侯友余 他是不是一定会去选总统呢 那就未必了 未必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转机的一个可能性 好那我们现在讲 那么侯友余如何可以当选总统呢 我认为有四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呢 是郭台铭不参选 就不会去瓜分在野的选票 第一个前提 侯友余的民意调查 超过柯文哲 让人家觉得他是蓝营 这个贡主 更是非绿在野的贡主 那他的声望就会上去 那么第三个前提呢 是台湾这次选举 是不是战争与和平的抉择 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 台湾是不是战争的可能性很大 那么这个要发酵 让很多的民众认为 选民进党就选择战争 那么这个对于侯友余是有帮助的 这是第三个前提 第四个前提呢 侯友余必须造成所谓弃保效益 就是放弃这个柯文哲 来支持侯友余 因为60%左右的人痛恨民进党 用民党下台 那么如果很多人认为战争 因为选民党会发生的话 那不如把票集中给侯友余 那侯友余才有可能当选中国 这侯友余当然要四个前提 那么这四个前提呢 也是跟柯文哲差不多 但是柯文哲是没有政党 做强而有力的资源 所以如果两个人票 民意支持度差不多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跟侯友余差不多的话 最后是侯友余会胜出了 那么当然前提就是说 这个郭台铭不参选 即使参选 他就是这个帮忙枕头 而不是自己要拼冲 那么这可能性当然存在 但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台湾的总统大选的 目前进入到非率直 如果能整合成功就有机会 非率直整合不成功 就困难重走 所以国民党的主席 朱立伦讲了 郭台铭宣布参选 民进党到处放鞭炮 而且台北的餐厅都被订满了 就是很多人就开始庆功了 这是目前的一个选举的态势 盛民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我想再继续 我想再问一下 国家兄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民党现在执政的优势 这个为什么没有反应 在赖清德的民调上面 虽然他现在是场赢了 大局已经差不多快抵定了 也行事看好 但他为什么他的民调 总是有提供 三十六三十七四十 顶多偶尔出目四十 他为什么一直民调没办法上来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民进党执政 这个不满意或者有怨气 或者要他下台的非常多 因为民进党执政他的贪腐 他的无人 他造成两岸关系紧张 要年轻人的兵役 从四个月延长了一年 这种种的就让台湾很多年轻人不满 那么不但年轻人不满 整个社会对民进党执政评价不高 所以要民进党继续执政的 都是民进党始终的支持者 就是百分之四十 或者是不到百分之四十的 这个基本教育派 那么很难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 也很难争取到年轻选民的支持 年轻选民过去多支持民进党多 百分之八九十 现在被科问者分走很多票 所以年轻人不支持民进党 对于赖清德的选票也不利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把赖清德跟蔡英文比 是几乎没有人认为赖清德比蔡英文是更适合的总统 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样子 那你甚至说总统这个职位需要的才能 我们把它列为十项 好了 那么一项一项比 无论是哪一个党派人来比赖清德跟蔡英文 很少人会认为这个十项以后赖清德是比蔡英文优秀 所以赖清德任何方面呢 在整个社会评价都是不如 啊 这个蔡英文 何况赖清德还有台独教义派 这个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对他扩张选票 争取中间选民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在这两个因素之下 他就碰到天花板 民调已经上不去 嗯 所以代应都有这个命 哈哈 别人没有这个命 哈哈 OK 证明有没有想要再分享一下 没有没有 陈先生是台湾专家 嗯 台湾的学姐1月13号 这个现在国台民要联署 就看看12月到12号到17号 他怎么联署 成功怎么样 11月2号要递交29万份的这个联署人名单啊 不会再有悬念 啊 不会再有悬念 现在 不会有悬念了 好 2月9月13 14号 要到有美国有一趟这个访问啊 看看这个形式上的一个演变 不过大家 刚才讲的盛平讲的也没什么悬念了 好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问题啊 谈了台湾的大选 谈了中国的经济 谈了这个G20 马上要要进行 谈了中国的一些社会的现象 到底对习近平的不满 还有李克强轻松自如 到底心态是怎么样 OK 谢谢 黄泽民 谢谢陈国强 谢谢邓一文 谢谢何平 谢谢所有明镜观众 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英俊的道士高招论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陈先生你要常住上海吗 我一个月 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